關心公時的問題 當然我們因為沒有研究 就沒有辦法去找到一個 工資與工時之間的一個銜數的關係 其實我在講最低工資的時候 我說如果你不定工時上限 它必然產生一個後果 就是那些仍然在最低工資底下 都還是最低薪的那些人 一定會被迫 或者更加願意去做超市的工作 因為你政府的政策 如果不是說 我假設一個勞動者 我們認為他應該賺7500元才合適 然後再去除時薪的時候 你最後來 即使他有28元一個小時 如果他做8小時是不夠養家 或者他自己都不夠養家 他一定會找多一份工 或者自願地去加班 所以這中間是有一個商戶的關係 我已經講了 當時你們就說不用了 我們先做最低工資 現在看到 如果你有沒有做一個研究 如果工資是33元 即是33元的最低工資 如果是33元的話 你有沒有做一個研究 就是說其實有很多工人 是無需做這麼多小時的 有沒有這樣的研究 有沒有問他們 這個我覺得是將來 在公事上限那裏 我們必須要注意的問題 如果你定了 如果你 因為這個也有 資方都會講的 這個一定是爭論的 如果你限了8個小時的時候 即是你說以後我們 假設標準工時是8個小時的時候 他真的有壓力要加薪給那些工人 要不然他就不夠食 如果你 是不是 因為那些工人已經不可以 好像現在這樣做多兩個小時 因為如果工事上限的時候 可能他就要給加班費 這個是有一個困難 所以我覺得 我們要仔細去想這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 你政府有施政的理念 就是說到底 在現在這個 綜合物價指數下 一個普通的勞動者 他應該有多少錢才夠小 那你就現在用這個方法去制定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時候 你只是萬人其合馬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 不過這個就是 最低公司的目的 不是說給你養家 我們那時候 法例那時候 爭論了很多 李寶儀 我們經常說要養家 你說不讓人養家 說到你很差 但是事實上 是當時 大家記得 最低公司的定義 有一個很差的地方 就是他只是 保障低收入的人工資 不會太低 他沒有說 讓他們養家 李寶儀 或者補充 或者你回應 梁國雄 這個問題 就是 你如果讓他養家 或者有一個標準的 一個生活的工資 那個觀念 你們接不接受 多謝主席和梁議員 那個關注 正如主席 剛才也說了 的確 在最低公司 條例草案委員會 的時候 這方面也有很多 討論 最終現在的法例 寫了 最低公司委員會 需要考慮幾件事 包括要防止工資過低 以及儘量減少低薪職位流失之間 合理平衡 這些因素 也寫了在例子 剛才說 當時我們在草案委員會 也有討論過 因為的確 僱員的家庭的需要 僱員每一個家庭 可能都有不同的因素 不同的資料 不同的情況 如果有一個用家庭 那家庭的情況 都會有不同的 這是不正確的 你看回德國的工資結構 就是他假設那個女士 是不會出來工作的 那他就要計 最少他養1.5個人 你是有一個標準的 你給他養1.5個人 或者養2個人 你定了之後 他給他養3個人 那個人是誰養呢 可能是政府用補貼的方法 你是永遠都 你不可以騙我的 單職工 有些為什麼國家 多些是單職工 有些是雙職工的家庭 就是因為公司結構 是有假設的 就是 德國人比較重視家庭 他就覺得 給多些錢給男人 喂 我不是說叫你包養 你是一個target 你一個target 等於我們說 33元也希望養到兩個 因為我們很清楚 都是有一個target 不過我想 13元養兩個 你不是有病嗎 是啊 33元養兩個 33元一個月 就是用充滿的水平 那時候定33元的方法就是 假設一個做事 兩個人養兩個人 沒有意思 因為每一個國家 其實都是這樣 只不過人家的 僱主 是 會跟政府去談一下 人家的國家怎麼會有發展 就是家庭生活會好些 是不是